我叫Julie 是环艺专业的载度研究生 今年延二了 我最近在跟男朋友到处找房子 我的东西很多 希望可以在这里做好收纳 不要像之前那样乱走走 还是学生嘛 日常开销的话能省就省吧 但是又不想生活品质太低 所以就想找一个又实惠的 环境又好的 然后很幸运可以找到现在这个房子 就两个人三千块钱就可以租下来了 但其实也不只是因为实惠吧 因为我平时不是那种喜欢奢华浪费的人 然后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日用品啊 护肤品什么的 我都喜欢去搜罗一些便宜又有质感的 我觉得有品质的生活 不是只能通过钱去实现的 我平时也很喜欢DIY啊 废物利用 我觉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很有成就感 朱里租住的新派公寓 其实基础条件非常的好 所以这次改造跟我们以往的出租改造不太一样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你有了一个硬件条件还不错 但是千篇一律的布置的时候 该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 把个性融入到环境中 让出租更有家的氛围 一进门呢就是一整排的收纳柜 简直就是太贴心的设计了 可是这么大的收纳区域 该怎么去划分它的使用呢 那我就根据朱里和她男朋友的实际生活需求 一做了功能的分区 首先这一边呢就会是他们的鞋柜 中间我会放置一些小物品 提升整个的空间氛围 这个呢我会把它来放置他们常穿的衣物 比如说回家的外套 外面呢我会放一个大招 会贴上黑板贴 做成一个多功能的黑板墙 这一区呢我就会把它安置一些不常用的杂物呀 或者是干货类的产品 这一边呢因为有很多镂空的展示架 所以呢我们会把它展示很多 它的书籍呀还有一些装饰品 刚好旁边呢有这个很大的落地窗 所以我就把这一区呢划分成了 它的一个小确幸的角落 平时它可以坐在沙发上 看书听音乐 享受一个非常休闲和放松的一个小角落 这一边呢 对的 原本的开放式厨房条件不错 但是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小小的改造 另外我把它做了很多的功能分区 方便我们日后的收纳和使用 因为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 所以我决定单独拎出一集 来给大家详细的做说明 朱莉喜欢环保 喜欢天然和原木的色调 所以我这次就挑选了 简约北欧的波西米亚风格 我还有个超棒的idea 明天约朱莉一起跑步 顺便给大家揭晓 Hello 今天我约朱莉一起出来blogging blogging是近期全球非常流行的一项运动 它是由瑞典与慢跑家捡垃圾组成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跑步瘦身 还可以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多环保 今天我还想尝试看看能不能捡一些数字 我们一起回去DIY 其实blogging很简单 你只需要准备一双手套 一个垃圾袋 还有一颗爱好环保的心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挑树枝呢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好像有点细 因为我在上面挂东西 而且它有这种枝叉 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再找一下吧 你最近学习忙吗 我最近准备小事呢 然后每天熬夜熬到三四点 脸上都开始找兜的了 对 看起来好像也暗暗的 没关系 艾玛是这方面的专家 回头我让她跟你分享一下 护肤心得 好呀好呀 那我还有一些闭口啊 什么肥不肥明的 对呀 它非常的专业 这个看一下 这个粗细还蛮适合的 可能这个枝叉这里要回去处理一下 先拿着吧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这一次改造的卧室空间没有很大 所以我就没有设置单独的梳妆台 而是在原本的飘窗柜上面加了一个多功能的迷你化妆柜 为什么说它是多功能呢 因为首先我把它放在了飘窗柜的中间 做一个小小的茶席 平时两个人可以坐在这边喝茶 比如说像这样 或者像我把靠枕放在这样 这样靠着坐就会觉得很舒服 聊聊天喝茶 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小小的书桌来用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用电脑 那就可以把它这个电脑放在上面 做一个电脑的工作区 也是非常的好用的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化妆品的收纳啦 虽然看它小小一个 但是容量真的超级大 它是有两层的 首先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盖子翻开 它里面有一个镜子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使用镜子化妆 而且外面有这样的自然光 它的第一层上面会比较高 可以放化妆水还有乳液或者粉底 这样的比较高频的东西 下面是一个抽屉 把抽屉拉开里面可以放像面膜口红 或者一些小件的化妆品 基本上女生常用的放在这里都是足够了的 大功告成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中职 Montgomery 在凡转给你 中职骨发河里面记浪 就在 become很很好 在凡 public的市坐里面 就是一个不同的摄影 最后五个摄影 过去翻船 这一边呢就是我为你们打造的一个小学习角落 送下我给你们介绍 那我把你们喜欢的书呢都放在了这一边 还有你之前不是一直有跟我说 想要帮你们朋友的马歇人音箱找一个位置吗 所以我就放在这一边 那旁边呢就是我放了一个香薰机 你们听音乐和看书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香味放进去了 不会很放松 我希望这个角落呢能够成为你们能够感觉幸福和舒压的一个空间 这里已经成为我的家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角落了 太棒了 看一下 做的是有点多 其实保养的话最重要是三点记住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清洁 第二个是保湿 第三个是防晒 永远不会错的 就是这三个 那清洁的话呢你不是有点敏感吗 所以可以试一下氨基酸的洁面钢 可能还是有点用的就不会说伤害到皮肤 然后呢如果是保湿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用基底液的精华液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慢慢觉得皮肤可以好起来水分会多小 那基底液你还是要用一些轻薄一点的 你试一下 是不是很熟的感觉 我自己很喜欢 这样打了底以后呢你再用水乳 那你慢慢保湿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在房下也要做 不要熬夜 就没有了 就像Julie说的 好的生活并不贵 用新奇和创意去打造喜欢的家 和爱的人待在一起 保持忙碌时光的闲置 这就是平淡生活最大的失忆 一二三 一二三开始 那这次改造呢要特地感谢Juicy Tango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所以呢我也特地准备了5000块这样的花椒威亚面膜 要送给大家里面有满满的酵素精华 还不止哦 还有这样的大领包里面呢 会有超可爱的环保袋 我还是个宝宝 还有呢可以去泼给的手套和垃圾袋 不止哦 还有满满一盒的护肤瓶 有没有超心动呢 想要知道如何获取 赶紧到评论区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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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